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腕表流行力天书接地气 上次我们发了一款腕表 发布的时候没有预期成为爆款 但是一上市就秒庆 没错 就是美度的彩虹圈 后来大家反应过来 是因为这款表的颜值才爆的 今天我们分析一下 为什么会秒庆 再看看有没有什么补救办法 如果你是铁杆的机械表迷 咱们聊一下机芯的勤纵差的材质 传统腕表尤其是机械表 既会为颜值而颜值 但正是这种对待颜值的克制 反而让人爱上了这些机械表的颜值 美度彩虹圈 它的颜值来自它的专业底蕴和先锋地位 而独特的彩虹圈正是素质的折叠 换句话说 颜值来自专业 如果不是这个专业的 肯定不好意思用这个配色 美度彩虹圈的秒庆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 业界独一无二 上款已经秒庆了 有什么补救办法 彩虹圈又出新款了 而且还增加了全新的功能 美度的Ocean Star领航者系列彩虹圈 彩虹圈其实是一种专业功能的昵称 这个专业功能跟航空划尺一样 是救命的 学员叫减压停留时间彩色显示 没错这是专业潜水领域的术语 而娱乐性的浮潜用不上 所以彩虹圈代表着勇气智慧和某种专业精神 你知道吗 民航圈里的表迷喜欢某个品牌的一种专业航空表 俗称机长表 但是我发现不是机长也带机长表 机长是一种化身 看看这个彩虹圈的专业性能 腕表上这么缩微的区域内 集成的是一大堆专业器材的功能 叫什么SPG Submersible Pressure Gauge 比如潜水压力表和一张大大的表格 后来才开发了机械式减压尺和潜水电脑 彩虹圈是所有Scooba潜水专业设备的初代目形态 就因为这个彩虹圈成为经典 而专业设备反而在自我迭代中离开了我们的手腕 把一张减压停留时间表格压缩到表上需要智慧 还要防水 美度表的防水也是有历史的 二战前美度的Aquadura系统就已经使用了软木密封垫防水装置了 现在这款是全新的防水功能 防水达到200米 所以彩虹圈出于专业潜水功能 而自带的颜值不火是不正常 现在咱们假装在潜水没带那些专业设备 看看这个减压时间到底怎么玩 把水下四个减压等级分别用黄色绿色粉色和蓝色四个彩圈表示 对应的减压时间一目了然 新款的Ocean Star领航者系列彩虹圈比上一代彩虹圈增加了一个特别实用的功能 世界时间显示 跟彩虹圈的设计理念特别大 现在咱们假装再去马尔代夫玩潜水 跨国旅行一表多用 除了减压时间还要看世界时间 蓝色表圈铝环 银色圆点标记着世界各大城市 红色箭头只是旅途时间 钻石切割的时针分针和秒针则只是家乡时间 世界时间功能比GMT两地时功能好就好在 你不需要背诵世界时区表号 只需要旋转表圈刻度直接读出任何时期的时间 如果说彩虹圈把压缩时间表缩微到表盘上 那么世界时间显示则是把世界时区缩微到了表圈上 虽说美度并没有为了颜值而颜值 但这颜值也足够高了 2020年的秒庆说明 有女生加入了抢购行列 色彩感觉敏锐 造型感觉敏锐的女生是时尚的推手 就好比机车夹克的流行 本来是一种功能设计 被无情地发展成为时尚单品 彩虹圈的命运注定也是这样 因为这个颜值太独特了 下面我们还是看看这款表上手怎么样吧 这款表的尺寸是40.5毫米 应该说适应范围还是非常广的 风格也很复古 所谓的核形蓝宝石镜片 跟原版的竖纸镜片一样 都是为了让表显得很薄 细心的朋友已经发现了 这款表实际上有两个配色 除了蓝色版本还有黑色版本 这个黑色版本就解压等级由蓝到成渐变 海军蓝彩虹圈 深蓝色橡胶表带 配以刻有MIDO标志的不锈钢针扣 还配有一条丝光打磨的米蓝链 滑动表扣方便调节 黑色彩虹圈也是这个配置 但胶带是黑色的 总结一下 跟上一款秒庆的彩虹圈一样的颜值 增加了实用的世界时间显示功能 Ocean Star脸航者系列彩虹圈 不会遇到来自其他品牌机械表的叫板 这种经典的设计 背不住美国三十年后又被复刻一次 因为它身上有某种精神 别人不行我行的精神 用机械智慧雕刻时光的精神 再加上美度这种亲民的价格 机械表粉丝估计又开始调查机器了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听好了 这款表的机芯是 美度Caliber 80全自动机械机芯 是以ETA C07.661机芯为基础的 这里有个小知识点 凡是C07.6多少多少的机芯 都是常规的金属禽重 动力仍达到八十小时以上 放心了 美度彩虹圈就先说到这里 该收拾行李去瑞士看表展了 欢迎大家留言互动 点赞关注